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欢迎收听神中课 唯有你胜过一切 12月20日 他的安排 在路加福音二章6至7节 他们在纳绿的时候 马里亚的产旗度了 就生了投胎的儿子 路加福音二章6至7节 当我父母离世的时候 安娜 这位曾经在我们教会工作 她是一位非常和爱可亲 而且很虔诚的妇女 她请我把父母 和自己最喜欢的照片寄给她 我不知道她为什么会提出这个请求 但是我很快就知道原因了 因为我在她那里收到一份既贴心 又有意义的礼物 她把我最喜欢的照片做了一个砌图 她把砌图放在一个很漂亮的盒里面 里面有我们三个人的全家福 我很喜欢砌图 但我更加喜欢这个这么特别的砌图 因为每一块砌图 都会令我想起我心爱的父母 路加是唯一一位 给我们有关耶稣降生最后一块砌图的福音书作者 旧日之中有很多关于耶稣降生的预言 要相撒旦的头的救主 地上的满足都要因为救恩而得福 救主将从大惠加而来等等等等 但有一块砌图萎失了 那就是有关尼塞亚将在百里行降生的预言 令人不明白的是 约瑟和玛利亚明明就住在拿撒纳 今天路加就为我们揭开了最后一块神秘的砌图 在路加福音二章一至四节告诉我们 当那些日子 该撒雅古士独有指以下来 叫天下人民都报名上策 约瑟也从加利利的拿撒纳城上犹太去 到了大位的城名叫百里行 因他本是大惠一族一家的人 路加福音二章一至四节 上帝早在几百年前就安排了 这个最后一块砌图 而且启示了给先知 每一个细节的背后都有上帝的存在 看来好像是该撒阿古士独 要求进行人口普查 但实际上 这个背后有一个完整的神圣计划 大惠早在一千年前就出身在百里行 到现在被期待已久的后裔也都会降身在这里 这个是整个计划的一部分 上帝也都精心安排了我们的生命 虽然有很多我们是没办法明白的东西 但有一天 耶稣就会让我们看到天上的计划 在那一刻之前 让我们相信他已经为了拯救我们的生命 而精心安排 今天的神中课说到这里 欢迎下次再收听 拜拜